大家好,我是老田 今天去上班了啊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七点钟上班的 过去的话,我表弟他们说 大概就十几分钟 但是我就是去早一点 因为第一天嘛 这个去上班的路还不是很熟 所以说早点去 把路线先熟悉一下 分件分好了 现在准备去派送 今天有个师傅带我 我对这边真的路线不熟 我们送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都能导航 都能导航 知道吗 老板快递 是你在这边啊 那我已经放了 就在这边找我了 有人吗快递 啊塞进去 老板快递啊 啊好的 嗯 刚刚下班了 我表弟在炒菜 你看这厨房里面 乌烟荡气的 炒了个小鱼仔 首先我钓的 表弟这个注意可以 这炒的有点太烂了 这番菜好吃啊 我钓的这个鱼也好吃 嗯 我钓的这个鱼也好吃 扫麦卡拉 嗯 要我这表弟啊 好够啊 7474 一米74 咱们都帅 今天第一天到快递公司上班 感觉 还不错啊 也没想象到那么累 自己还是能承受的 今天有个师傅带我 他可能要带我带个 四五天 先把周边的环境熟悉一下 说实话 我跟他去送件 第一车出去的时候 跟他送了三百多个件 我到那个小区里面啊 他送的那个范围啊 那个区域范围不是很大 就是一个小区 小区里面有很多条那个街道 嗯 在那转来转去 我真的我跟他说 我都分不起东南西北了 他说是这样的 你第一次送肯定是分不起东南西北 他说我带你几天就好了 今天跟呃 带我那个师傅 两个人一共是派了五百多个件 五点多钟 我是早上七点钟上班的 五点多钟就收工了 送了五百多个件 他说今天快一点 因为可能有我给他帮忙嘛 昨天的话他一个人也是派了五百多个件 派到六点多才收工 要晚一点啊 等我这个工作稳定了啊 我在 我现在跟我表弟住 就是刚才去上夜班那个表弟啊 跟他一起住的 到时候 嗯 过几天吧 去租个房子 这边房租也不贵的 一间房子就四五百块钱 也不贵 挤在一起 那个床太小了 挤在一起 现在幸好我表弟是上夜班 他晚上去上夜班了 我就睡这里 我白天的话 我之前的话我白天 我就早上很早就起来嘛 因为这个房子在马路边啊 早上五点多就行了 吵得很 我就一般睡到八点多 就起来了 先把这个工作干稳定吧 我现在第一任务就是把这周边的环境 给他熟悉一下 等我把这个环境熟悉好了 我感觉 给他拍个剑 也没有什么困难